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书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老夫老妻闹离婚的故事,家族之苦。 劳碌半生的平田周造退休之后,就过上了悠哉悠哉的老年生活,整日和老友们混在一起打高尔夫,玩乐后再去到居酒屋和老板娘调笑,也因此备受后辈们的争议,家中没有人真正的尊重她。 一日,周造如往常一样醉醺醺的回家,在妻子的提醒下,才想起今天是妻子的生日。 周造便问妻子想要什么礼物,还强调说不能要贵的,没想到妻子直接拿出了离婚申请表,这一顿操作给周造弄糊涂了,妻子一向温柔甜静,而且年过中旬才提出这种要求,向来不是开玩笑。 与此同时,家里也是一团乱,女儿为了一个古董哭诉要和老公离婚,周造张口就说干脆离了吧,很快女婿为此赶到家里求和解。 周造作为调解人去开解女婿,说出了老婆要和她离婚的事,女儿女婿倒是停止了闹离婚,一家子知道父母要离婚后却手足无措。 他们怀疑是爸爸出轨居酒屋的老板,所以找了个私家侦探监视周造,果然发现了周造和居酒屋老板娘关系亲密。 第二天,几个子女决定为父母的事情开家族会,可是讨论半天无果,妻子也决意要离婚。 众子女问她为什么,她只说了最近开始嫌弃周造了,当时结婚时觉得周造很慢的一面,现在统统变成了槽点,当爱情被一点一点磨灭后,夫妻之间就只剩下相互嫌弃。 儿女们听完都很理解母亲,但是问题是,离婚后妻子就没有资金可以独立生活。 妻子说不用担心,除了朋友会帮忙介绍工作之外,自己还有死去的作家弟弟的版权费可以收。 周造对此开始抱怨,自己为这个家操劳一辈子,结果老了就这么个待遇。 这时,女婿拿着侦探拍的照片挑出来,正是周造和居酒屋老板调笑的时候。 周造一看,他们派人跟踪自己,当场气得倒地不起。 就在女儿们忙不迭叫医生的时候,一旁的妻子开始揪心起来,急忙将周造的医疗保险拿出来。 很快,周造被送进了医院,医生还没宣布周造的病情,子女们就开始讨论殡葬问题了。 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,只不过周造必须要戒酒了,但是对于一个嗜酒上瘾的人,这恰恰是最难做到底。 出院后,周造终于开始松口,如果妻子执意要离婚,那就离了吧。 为过门的小媳妇劝慰周造,如果内心有什么想法要和对方说,这样对方才能理解自己啊。 可是周造不是那种放得下脸面的人,他最终遵从妻子的意愿,签了离婚申请书,最后向妻子说出了心理的话,一直以来很感谢和妻子在一起,妻子听完十分激动,决定要留下来和周造继续过完医生,于是当了他的面撕毁了离婚申请书,而一家人的故事也在平淡幸福中继续着。 当对生活失去热情产生怀疑时呢,或许一些小矛盾会增添家庭的趣味,而一句真心话也会让矛盾随时和解。 或许这就是家庭的意义,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岛,所以要学会将自己说给别人听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